很尴尬啊 没想到这次连带你们又点这么快 定的这个9000的目标大家又轻轻松松点到了 不过这次还好啊 我没有偷懒 仅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就把视频剪出来了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那这期视频呢 依旧是点赞破9000 我们直接发下一期 还是那句话啊 希望大家点的慢一点 你们点的慢一点呢 我就能多偷一会儿懒 OK 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新期视频啦 我在上期视频呢 我带着他们三个一起去挑战了 那个六级妖兽啊 最后呢 是总算打败了那只六级妖兽啊 上期视频结束了之后呢 我又安心的发育了一会儿啊 现在我的实力呢 都已经可以比较轻松的打败那个六级的妖兽了 那么在这个视频的开头啊 首先要讲一件事情啊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整合包装 之前一直是有观众想下载我的整合包 关于我的整合包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群里和我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下载到啊 我的群呢 后期呢 会打到我的这个屏幕上面啊 至于我的微信公众号 你们在微信搜索 我的世界林凡啊 回复一下圆吹修真 我这个群里呢 也上传了我的这个圆吹修真 第一部和第二部的这个整合包 你们想玩的跟我一样的这个整合包呢 就来我群里下载就好了啊 那这边呢 大家可以在弹幕区刷一波 谢谢凡哥好吧 我早就在一个多一期以前 就已经上传上去过了 那大家想要去玩呢 也可以这样去我群里下载 说完这个啊 那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我们的正题了啊 今天我要突破一下 我现在已经是核体气圆满的境界了 你们三个都是什么境界啊 华莫先来 化神圆满 可尼呢 炼虚初阶 炼虚初阶啊 你今天是不是肾虚啊 你声音太虚了啊 我看一下那可可呢 什么境界 凡人 凡人 你就你就做那个垫底的货吧 我以为华莫是垫底了 没想到啊 是你 幻梦是化神 可尼是炼虚 我是核体 圆满 那接下来我突破一下吧 哎呀我家呢 这个又做了一个新的箱子啊 这边灵气呢 也是非常的多啊 然后想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也不难我你妈 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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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看有没有着火啊 你们帮我看看有没有着火 我要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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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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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可 可可 来了来了 回购鞋再见 我会不会劈死的 帮我回鞋 我看我有多少的雷劫 15刀 还好还好还好 兄弟 能扛 兄弟能扛过去 你那么多的吗 对对对 哎我有吸血剑 我有吸血剑 劈一劈 噢这个好 这个好 我的这个刀呢 也是已经成功斩杀了至少几千只怪 像拔刀剑一样 它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吸血效果 啊能够让我回下血 King 哦另外 看来这个结uler 没有那么难度了哈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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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ression 也应该是能帮助到我的 我要被劈死了 我有奶我有奶 你等会儿 可可你站着别动 你应该不会被劈死 你应该不会被劈死 生命积取 好让我吸一吸你的血 可以 你等一下 生命积取 站着别动 我来吸你的 你们俩也过来了 我要死我要死 你快跑 你快跑 我也找不住了呀 可可救命救命救命 让我吸一吸你的 好顶住顶住 别动别动别动 让我吸一吸 让我吸一吸 谢谢鬼 还有吗 好像没了 好像没了 都过去了 晴天霹雳 雷洁太难度了 好在有惊无险 没有把我劈死 今天我已经是达到了大城出戒 血量已经达到了88点 我不可能今天只突破到大城出戒 既然我在线下 已经刷了整整几个小时的怪 我这边家里的灵气 也是肯定不缺的 刚刚也都在箱子里看到了 我今天就把箱子里的灵气 全部给他吃掉 我看看到底能突破到什么境界 突破大境界的时候 是会那个什么 有雷结 突破小境界 不会有雷结的 你们几个也把秀薇提一下 我今天准备带你们去地狱 去探探险 地狱里面的妖兽 可都是有七阶妖兽的 咱们六阶妖兽上期是打败了 今天咱们就去挑战一下七阶妖兽 没问题吧 各位怂不怂 怂了 怂 我以为你们会说不怂 丢人玩意 一个个的都怂了 三箱子的灵气 我家所有的灵气 把它全吃完 化成圆满了 等会儿 我大城圆满 再往后突破 是不是就必须得吃原出仙气了 是的 对啊 那加一个境界 既然就是真仙了 牛逼 看来再想往下突破 有点难 但是我也是可以突破下去了 只不过暂时 我不追求真仙境界 还是要稳达稳算的 一步步的来比较好 境界突破上去了 没有啥追求 这个最重要的是有实力 所以境界 咱们不着急突破太快 突破到大城的这个圆满境界 就差不多够了 你们现在都是什么灵根 土灵根 人品不错 可以 我是水火 那也就说 只有可可能跟我去水世界了 我们到时候准备去下五行世界 那我们就分别去不同的 这几个五行世界好吧 7级水妖丹 那这个是几级妖丹 9级木属性妖丹 各位把凡个欧皇打到弹幕区 竟然开出了9级的妖丹 9级的零食这不缺了呀 上级薰结束了之后呢 我也是 大概打死了6只 这个6级妖兽 之前打一直都很费劲 在线下花了很长时间 打死了6只 老实挺不容易 开这个一火 2级一火 4级一火 太飞了吧 刚刚欧了一次 现在又又飞起来了 今天呢我又获得了几本不同的魔法书 那这五本魔法书呢 应该都是比较厉害的 我先来试一下 首先是这个冰霜长矛 这个是我在线下已经解锁过的 来索尼我来试一下 对于你这个炼虚气的休闲者 哎呀打你不怎么掉险吗 那我去打可可试试啊 我这个冰霜长矛应该挺强的啊 冰霜长矛 我是翻了牛逼啊 一下打了59滴血的伤害 要不是你卡了200滴血的bug 直接就给你秒了 打到这个盗草人身上是75格血的伤害 这样要是算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150滴血啊 这一下150滴血的伤害 真的很恐怖啊 可可这边是穿了很厚的盔甲 对吧 你是穿的什么衣服啊 叶阳两一刨 哦难怪啊 五级法刨这可是 怪不得只叫了这么点血 这是什么法术 召唤立焰人 哦这个牛逼 这个立焰人 我来试试啊 等会儿啊 哦他会主动攻击可可 但他的这个攻击速度 实在是有点慢的啊 好废物 可可你站着别动 这个技能 我觉得拿几测试比较好 龙卷风 哎把你卷起来了 但是他好像没什么伤害啊 如果满分十分 你们能给这个龙卷风打几分呢 就感觉好像做的挺假啊 我差不多只能给他打个三分 比如刚才的这个冰荒长毛 我能给他打八分 你们能给打几分呢 这个技能很好用啊 他相当于是一个进阶版的 那个叫什么文化球啊 我来试试啊打幻梦 哇 这么猛啊 打掉了你一半血 这边还有一个钢筋铁骨 这个钢筋铁骨 我刚才看了一下介绍啊 使用了之后呢 会有一个30秒的抗性提升2的效果 使用一下这个技能啊 这个怪对我的伤害啊 就会减很多啊 抗性提升2能减百分之多少啊 40% 那也可以来 龙溪魔球这个龙溪魔球打你 现在是没有伤害的 但是他会在你脚底下凝聚起来一个 一个一个叫什么魔法立场 你站在这个里面会掉血 如果你的修为比较低的话 一秒钟还是能掉不少血的 去刷怪倒是不错啊 刷怪刷怪塔底啊 可以试一下 你让开你让开 我来试一下这个龙溪魔球对怪的伤害啊 哇 猛的吧 一秒钟后五六滴血 不怎么多啊 但是还是有点用的 毕竟他是一个LOE伤害 打修仙里面的这个怪是有点费劲了 打小姜是爱着狗 现在我到了大神经验之后啊 我飞的也是很持久了 我感觉能飞个一两分钟左右 等会去了地狱 我就可以直接无限飞了呀 感觉 现在打这个叫六级妖兽啊 就轻松很多了啊 比这个路视频前还要轻松的多了 毕竟突破到大城了 再加上卧去 你们才怎么着 我的这个武器有抢夺餐的效果 按理来说一个妖兽只能给掉一枚妖丹 这一个妖兽掉了三个妖丹 我之前最多呢 是一个妖兽掉两个妖丹 没想到一个妖兽还能掉三个丹 太离处了 如果我们等会去地狱 能打败那个七级的鳄鱼啊 那就更少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准备出发 前往地狱吧 兄弟们一起出发 前往地狱 好吧 不要 地狱门在哪 地狱门就在这个中央武馆这里 搜个塔 搜个塔 这边有个小怪 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技能啊 你这个小东西 实在不知天高地厚 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哼 小虫小弟竟敢断门弄主 一刀秒掉啊 好 你们一起跟上来 跟上来 来到地狱之后 得把光影关掉啊 接下来带你们做几个任务啊 做几个任务 哎呦 那边有好多凋零骷髅啊 凋零骷髅呢 之前索尼在主世界用了一种手段 它的一种魔法 可以把普通的骷髅变成凋零骷髅 然后用那个凋零骷髅呢 它做了一个凋零骷髅的刷怪龙 所以说我现在手里的这个凋零骷髅的这个 侧灵之骨和那个凋零的那个头啊 就特别的多 那三个凋零骷髅头颅啊 可以召唤一个凋零啊 那个大boss嘛 然后我这边呢 准备今天把凋零这个大boss干掉啊 有了这个凋零掉的下界之星 我们也就可以去那个妖兽界了啊 也就是那个五色森林 我今天就带着你们来地狱转一转 看看能不能遇到那个欺凌啊 如果能遇到九级妖兽欺凌 就还是能打它的 来我这边来我这边 这边有三只鳄鱼啊 牛逼啊这波 这波搞回去 搞回去 怎么搞 那个刷龙那个武器啊 你要是觉得有那个自信 你能打呀 我能打 我试试吧 我试试吧 我可没有那个叫什么 有那个自信能够打得败他 是也是这怪 哎呦 我靠好疼 我破不了防 哎哎可以的可以的 我能够一直吸血 还是能起到效果的 如果我要是不吸血的话 这家伙打我一下 差不多废掉将近一半血 我好疼 完全破不了防 主要能破得了防 你看他的回血速度 我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也掉掉的慢点 我掉的一点不慢好吧 是因为我一直连击把血吸回来了 这打个忙吗 这怎么打 打不动 七级要受破不了 我可是大乘七啊 这破不了七级要受的防 这你感谢 你打的没有他 你打的没有他回血速度快 一雷 这也炸不动啊 这魔法地雷 还有什么能够打得败他的办法 我来想想 看能不能打得过他 你不用奶两口 呃 CT 这好 321好了 来了 我这一刀好几百的伤害啊 结果就是打他就掉这么一丢丢的血 就这个怪 这么一两只在打你 我好疼啊 好疼 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回家吧 既然现在打不过啊 估计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打赢了 家里呢 这边是有一个八级的炼灯炉啊 上级视频幻梦做的 然后呢 以后我们把这个叫炼气炉也停了上来啊 到时候炼出更高等级的法宝 肯定就能打得过这个吃鸟饿了 哎 你怎么这么快又跑到我家楼下了 起开 在这刷钱 因为我他喵的 那个就在这儿 传送点就在这儿 上面怎么那么多只蜘蛛啊 刷掉 全部刷掉 那么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给你看个好东西 也不能说好东西吧 接下来这个钱就随便你用 我这边呢 也是给观众看一下 我到底杀了多少只生物啊 我一共杀了587只骷髅 蜘蛛杀了112只 凋零骷髅杀了531只 僵尸呢 杀了1330多只 对于这个巫师啊 杀了将近1400只 金毛猩猩杀了465只 拆流暴 这个三级的妖兽 杀了2000多只 四级的雪原熊 1000多只 石牙野猪1000多只 然后这每下一只妖兽啊 都会掉落一枚妖丹 那我用这些妖丹呢 全部把它兑换成了零食啊 我线下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好吗 来我家的零食箱 你打开这个箱子 看一下 这里面全部都是三级零食 四级零食 都是用妖丹换的 对啊 这些零食你全部拿来用来帮我这个 合成出高级零食 然后帮我升级下我的炉子和练气顶 早日给它合成出九级的 试试看 应该可以合成 我呢只不过比较懒啊 各位到时候不要说我是作弊的 我们这一季呢 掌画桌也基本上没有在用了 也基本上没有用任何作弊的手法 所以说大家可希望不要说 我是直接刷出来的啊 这都是让工具人帮我做的 这有小弟啊 好不你既然比较擅长合成 那也交给你了 把这些全部都掌画成高级的零食 那你来去升级这个炼丹炉和炼气顶啊 我呢这边就准备挑战下这个凋零 诶 你他妈帮我家炸了 你是有病吧 我 我 我 灭火啊你 他烧我家赶紧补上 二楼烧起来了 二楼烧起来了 快点快点 快点的快点的快点 哎呀你真是你真是会添乱的你 看笔九尾 赶紧补上赶紧补上 给你个超级牛逼的这个法车叔 你猜猜你那一箱子 合了多少个八级零食 啊多少个八级零食 23个 啊一箱子啊几千个 23个八级零食 才只有23个八级零食 你再看一下吧 不是 26个 不会吧 来 这是你的全部财产 在索尼身上 真的假的 就这么点啊 好几千个三级四级零食 合出来就只有 你把它往下分解 你就会知道了 太恐怖了 哦也对 啊真 这个太恐怖了 几何倍数的增长了兄弟 哎呀行吧 那我们暂时看来还是没有办法 合得出九级的炼丹炉和炼气顶 今天呢 你们就跟我一起去打凋零啊 惩罚可可在这边帮我修家 好吧 把我们把家修起来 用灵魂纱 来召唤一下这个凋零骷髅啊 凋零骷髅 现在打起来 就不要太轻松好吧 手指头都能弹死他 在原版里面 凋零骷髅是一个非常强力的boss 但是在修仙里面啊 那就是个弱姬 解锁一下我的技能 今天呢 我就用凋零头颅这个法术啊 打败这个凋零 不掉血 不会吧 应该等他那个过了吧 不不不不不不 就是这个凋零这个系列的这个法术啊 他对同属性的 那个一些怪啊 是没有伤害的 你懂吧 哎呀 打死了 两刀就秒了 对两刀秒了呀 你以为呢 掉了个下戒之心 这个凋零本来就是一个凋零系的嘛 你拿这个凋零系的法术 你打他 怎么可能打得动呢 凋零系法术本来就是人家凋零的 你拿这个玩意打他 这个元素不叫凋零系 他应该叫死灵 凋零就是死灵系的一只怪 我记得我们能用得上下戒之心的地方挺多的吧 比如合成这个五色森林的传送令 包括我们想要去魔戒 也需要下戒之心 魔戒的话 我们需要魔戒四一的碎片 反正这个我家的凋零 骷髅头鲁还是比较多的 你信不信 等他复活的那一刻 就直接被我秒了 你在说什么呢 一刀秒了 这你敢信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也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一下我的生活空间 那我们下期 我见不散 各位拜拜 拜拜